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营销当中和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叫做思维的领地 每个人都有思维的领地 思维的领地直接影响了你创业经营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在上一天给大家分享了 说创业者要有原点思维 然后运用族群理论 然后连移化的这种传播裂变 加上我们最神秘最有历史的G12的组织化裂变 它等于我们现在零起家白手起家 从零到一的一个核心的络绩方案 那比如说众筹就必须得要用这个体系 但这个体系的执行就受制于思维领地 思维领地阻碍着和困扰着我们所有所有的生活 包含了创业包含了就业 思维领地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说说它的核心的因素 构建的一个因素 比如说我们从小有遗传因素 说像自己的爸妈 然后家庭教育 生活方式 区域 然后到后来我们上学 有自己的学习能力 感悟能力 感知能力 然后经验 然后教训 也包含了我们的失败 总结 思维方式等等 这些都构建了你的什么呢 你的思维领域 思维领域越强 你这个人发展的就越有困难 就越慢 很多很多人就是因为思维领域的问题 让自己的一生平平平平平 甚至什么惨败 你比如说说我们讲了一句话 叫做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这个秉性就包含了什么 我们先天的遗传 比如像他父母 谁谁谁 然后又包含了后天 我所说的这些因素 我们要想接受新的学习 说我们学习 为什么光学的话呢 不会用啊 改变不了呢 懂得知识越来越多 但是呢 我们越来越失败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因为你的思维领地没有打开 你的门没有打开 很多人说是啥是系统思维啊 我如何来改变啊 情人思维啊 富人思维啊 当你想不明白 你脑子里面有一个思维领地的时候 你就永远永远想不明白 什么叫做社交化 什么叫做分享自由开放 什么叫做共享 什么叫做野心啊 什么叫链接 什么叫做付出 什么叫做智慧 什么叫做国学思想啊 你学那些国学思想 什么了凡四信啊 呃 佛家的理念啊 什么信这些东西啊 你都是白扯的 都是在外围 他无法攻击和打开你的思维领地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脑海当中 有这样一个词 叫做捆覆我们的 不是这个社会 也不是我们的能力 捆覆我们的 是我们的思维当中有个领地 我们总按照我们这个领地 当中的范围来行使 啊 来做事 我们要打开它 你只有在脑海当中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慢慢慢慢的 才能够解决它 然后把它炸开 把它安个门 然后让很多很多的光进来 我是黄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问题 针对于每个人的思维领地 你们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需要交流的呢 我愿意跟大家互动 谢谢